先外消息 我們來看在美國政府有肉和豬肉減出有300元 以後 現在有還有美國政府的火價肉 有哪頭一邊減出裡面有300元 但又在海關就動了 對今年到現在 美國政府的火價肉總共47倍 衛生素條件3倍 就有1倍是不合格 轉到是反而說 一些沒條件的進入市定位肉片 可能就有300元 這個事情也在現實出 台灣跟美國對300元輸用不一樣標準的衝突 航家有金有金的火價室 讓人看到到地上想要吃 每年台灣只對美國和加拿大 進口的火價肉就總共一萬多 不過這次本來起座在四個中村 第一次對美國火價肉裡面減出瘦肉精 農土管理台3.3BVP 這倍出門的火價肉已經讓早來沒進口 接著如果沒來申請復驗 我們就談那不合格 那就依程序他要辦退貨 或者銷毀都可以 今年美國火價肉 進口素量已經有47倍 衛生素這次挑戰其中3倍 就1倍發現有問題 讓專家很煩惱 是不是會有含瘦肉精的火價肉 不小心流在市面 因為瘦肉精如果是吃太多 會做成人體心跳加速 想要討論這些問題 會影響身體健康 我們台灣人非常喜歡吃內臟 內臟的瘦肉精的濃度 往往是弱品的好幾十倍 其實相對的 我們台灣人的風險是最高的 全港豪遊政府要提供 抽檢率特匯檢驗 竟然要加強市民上麻痹的關係 例如在第一次五百六後 只要在美國進口的黑價肉 也要減出含瘦肉精 目前在美國有部分瘦肉精 是可以開放使用的 但在台灣是全民禁忌 想要對市民上真不一樣 也要衝擊到台美的FTA談判 你這次的時間 又再度出現出 民眾這些安全 也有國際模擬衝突 要怎麼檢獲的問題 記者綜合報導 記者綜合報導 是